《婚姻平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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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兩個月裡 《婚姻平權法案》討論度居高不下 全台灣甚至發起了超過十場的大型集會活動 還有更多的是街頭宣講的小蜜蜂們 因此PEDX桃園特地邀請到兩位 身处于这个议题风头浪尖上的人物 有美女委员 许玉仁委员 特地来参加我们TEDX年会 请让我们以掌声邀请他们 两位委员好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疑问 请问两位委员是在什么样的缘故之下 开始关注到婚姻平权 那至于这一次我们婚姻平权修法的推动 又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之下 去推测她出身的呢 我自己本身从事妇女运动30年 企业律师也30年 那在这30年妇女运动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同志女同志人来参与其中 那因为妇女的权益还没有受到保障 所以呢 同志呢她更不可能出柜 所以在这30年的妇姻的过程 我们看到很多的同志 他们的权益受到剥夺 譬如说她在工作职场 如果老板知道她是同志 她的工作就丢了 然后她去开餐厅 警察去占缸 然后她去开书店 书店被扣押被超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会看到同志的权益一再受到剥夺 那同志呢也为了结婚 他们其实从1958年就去扣官 然后呢他们一路争取到立法院来请院 然后呢也到法院去诉讼 也申请到我刚会议的解释 可是呢都一路败北 一直到了2003年 东东府的人权促军委员会 提出了这个人权基本法 然后呢在里面肯认同志可以结婚生小孩 可以结婚然后呢收养小孩 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案呢 出不了行政院的大门 在2006年的时候 萧美勤委员提出了同志婚姻法 但是呢过不了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 提出了民法签署篇的修正 来提出同性的婚姻合法化 那通过了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以及这个院会 那到了司法法治委员会 也举办了共听会 那也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巡答 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出席的人员不足而留会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过程 在今年刚好发生了 在今年10月发生了毕老师的事件 那毕老师这两个人生活了35年 那因为有一帮在这个临终之前 另一帮他没有办法帮他签手术同意书 也没有办法帮他来做医疗的决定 那甚至他们两个共同生活35年的房子 也没有办法留给他 所以这样一个事件当然不是第一件 可是我想对于身为民进党 我们是必须要有所回应的 那也刚好在今年的同志大游行 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我们民进党 也包括国民党还有时代力量 大家共同提出的修改民法亲属篇 这样的版本 所以这样同性婚姻合法化了 它变成是一个可实现的一个梦想 所以呢也就是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法案在立法院 谢谢刘委员 那徐委员的看法呢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的无论是求学阶段 或是到我开始进入到社会工作 甚至于是我之后创办Telex台北 这段时间的过程 我的生活周遭都一直有同志朋友 那我以前自己创办的公司 也是一个同志友善公司 那借由跟这些同志的同事 或者是同志朋友跟他们对谈的时候 发现其实在社会上 他们还是受到很多不平等的歧视 甚至于说我们社会上常常说 已经对同志非常友善了 那但是还是会发生很多不平等的待遇的状况 那其中一个比较让我心里面有感受的是 有个同志的同事他到参加了这个同志的游行 那回到家之后 他可能要把他父母在脸书上封锁 才能够看得到他的照片不会生气这样子 那我自己今年进入到立法院之后 刚好就到了司法法治委员会 那到这个委员会我知道说 这个同志的法案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去做一个审理 那我就希望说在这个会期里面 可以对婚姻评选法案来去做一个提案 那在过去台湾婚姻评选的历史里面 其实每一次在讨论婚姻评选的法案的时候 它都被操作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议题 那通常用这个议题来激化两方去做一个决定 那我知道这个会期是新的政府新的国会 而且有一批比较年轻有这个新的想法的立法委员进来 那我认为说这一次的会期 非常有机会在处理这个婚姻评选法案上面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往前去踏进一步 所以当我进来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时候 我就立下了一个心愿说 希望在我的任内在这个会期里面 可以去通过这个婚姻评选的法案 那也非常幸运的跟游美女委员 他在这条路上已经奋斗了二三十年 然后可以在这个会期里面共同去推动 所以我在刚上任的时候就办了一场国会沙龙 那时候邀请游美女委员来谈这个婚姻评选立法 修法的这个经过 那当然我自己所处的一个政党 是比较属于一个保守的政党 所以当时游委员也开玩笑说 我是带着钢盔上证这样子 那但是我认为说在新的时代要凸显新的价值 所以在这个会期里面 我就也提出了婚姻评选的法案 那也非常幸运 这个法案连同游委员的法案 还有时代力量的法案 其实我们是有将近半数的立法委员签署 所以我认为这个社会到已经到了一个共识 然后到了一个可以真正去讨论法案内容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两位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问 从11月的这个所谓的司法与法治委员会之后呢 这个社会上的讨论其实是更加的这个强度更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品质良好理性的讨论 那但是我们也发现了 有部分的团体他们会用片面的资讯 然后继续去寻求别人的支持 那关于这样的现象 两位委员怎么看呢 我们先请有美女委员先回答 其实人权的概念它其实不是固定的 其实它是不断演进来的 我们看13世纪的英国的大宪章 17世纪的权力请愿书 其实那时候对于人权的保障 其实只限于这些的贵族 还有宗教的领袖以及的武士 那后来在18世纪的时候 那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 法国的人权宣言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推翻了这个封建的身份 那以及阶级的体制 那希望能够把普遍的人权 可是那个所谓的每一个人的人权 那个每一个人指的是百种成人的男性 所以妇女的人权其实是到了20世纪 妇女为了争取人权 也很多人被关进监狱里面 那有了妇女的人权 我们才看到马金鲁德金 他所争取的黑人的人权 然后再看到儿童的人权 生长者的人权 以及原住民的人权 所以今天已经到了所谓的同志的人权 那其实呢 大家一直在讲说 婚姻呢它是一个神圣的一夫一妻制 可是婚姻真的是一夫一妻吗 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古世纪的时候 其实婚姻它是一妻多妇 或是一夫多妻的 甚至呢就是说我们的民法亲属篇 其实我们是在1985年 才真正的规定所谓的一夫一妻 而这个真正的严格的一夫一妻 是到了2007年 所以我们看到说婚姻的内涵 其实是不断地在演进的 从以前最早的 这种所谓的为了传宗接代而去结婚 以前有所谓的妻初 只要你生不出儿子 你就会被休妻 到今天我们强调了婚姻的 是两个人相爱的人 他们愿意共同去经营他们的婚姻生活 两个人愿意互相扶持 那互相的协助 那去共同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的生活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想只要是两个相爱的人 那他们愿意共同去经营 长期的共同生活 甚至他们愿意共同去生养小孩 那我觉得应该让每一个人 都有成立家庭结婚的一个权利 谢谢优委员的回应 那关于徐委员这方面怎么想呢 其实我在做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在思考的一个点是说 我们的法律到底是去规范最低的道德标准 还是可以去彰显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价值 那什么是规范最低的道德标准呢 譬如说法律说你不可以偷 偷窃是犯法的 那这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 那但是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用法律去彰显这个社会 最进步的价值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平权法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 在过去我们在讨论这个法案的时候 通常没有办法非常深入的去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要把同志的这个权利也纳入到民法做一个保障 在我的认为这个婚姻平权法案 就是保障all people's所有人基本的权利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同志跟异性恋 你们两个在民法上面所受到的保障应该是一样的 那反同方会说同志是社会的少数 我们就用特别法或专法来去保障他们 我们对他们并没有歧视 但是我们可以用特别法来去处理他们 但是我这边的一个对法律上的一个解释是说 当一个法案要立特别法的时候 他必须要优于基本法 那同志既没有跟异性恋不一样 然后他也没有比异性恋更高一等 也没有更低一等 那为什么要用一个特别法来保护他呢 那特别法的定例的情况之下 是像譬如说残障人士 譬如说原住民 然后等等等特殊的这个族群 需要去用特别法去保护 那所以如果同志他跟一般的异性恋没有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用 这个一般的民法的修正去保护他们呢 那再来的话是会引用说德国是用特别法 去保障这个同志的权利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目前德国的同性伴侣法 因为生死判断因为财产继承 因为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目前在最高法院上面有超过一百多个案件正在审理 那这些其实是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这种差异型的立法反而是让社会有更多的这个资源上的一个浪费 那我一直认为说同志的议题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立法上面 或是说要修改称谓 或者是修改民法上面的议题 而是这整个社会对于同志这个事情的一个恐惧 也就是说同志议题其实长久以来就像英文里面有一个谚语说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像房间里面的大象 大家都看得到它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去谈论它 所以当我在去立这个修法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社会更大的问题是 当我们的社会集体是不思考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落入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引导社会思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阱 所以当我看到反同的言论是在于说 修改称谓之后就不能叫爸爸 不能叫妈妈 不能叫夫妻 这样子的一个称谓在校园里面 或是在家长会里面不断的散播的时候 我发现这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意见上的分歧 要比同志议题要大的许多许多 因为我们好像剥夺了这个社会有多元思考的一个权利 我们在用一种方式让这个社会进入一个二元化的一个思考 同志或非同志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就是说去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 发现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民教育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有这样子不实的言论 在社会上散播的时候 我会告诉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导正这样的一个言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立法或修法上面的一个捍卫 我们都必须要传递正确的一个资讯 谢谢徐委员的回应 这样说好了 我们一直很期待我们的社会有更大的包容力 那让更多的人不受到我们所谓的偏见跟误解 那台湾过去已经成功推动了所谓的性别平等法 那两位委员是怎么看待说从性别平等法 一直到现在的婚姻平权法案 这样的过程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们先请徐委员开心 其实关于性别平等 或是说在这个社会上蛮多的争议 就是说好像在校园里面会开始去教这些多元性别 或甚至于是同志相关的一个教材 那我这边特别想提出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会 教育应该是让你的孩子知道世界上各种的可能性 告诉他们说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有可能会遇到同志这样的一个族群 而你要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甚至于是学习跟他们相处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跟孩子们去说 而且是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 也就是这些多元的可能性造就了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它是这么的美妙 而对我来说呢 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我们这个社会整体必须要去进步 而且必须要去弘扬的 而不是说可能是把我们的思想 或是可能是单一的这个宗教本位的一个言论 或甚至于是某一种的世界观 我们灌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孩子们需要被empower 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的选择 而当你遇到别人选择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可以用相同的平等的尊重去对待他们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婚姻平权的法案在这个社会上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各位可以想想 如果说今天一个在念小学的孩子 他有一个机会去理解说 可能在他的人生里面会遇到同志的朋友 然后甚至于是他的亲人可能是同志 但是他没有跟他有不一样的时候 他会用一个非常平等 而且是非常关爱的眼光 去看到他生活里面遇到的每一种人 那我想这个是这个法案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存在 让我们接下来有请游命女委员来进行会议 其实呢我们看到性别平等教育法 它的通过是在2004年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叶永志的事件 一个15岁的国中的少年 那因为呢在学校里面被霸凌 那他被霸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性别的特质 他属于娘娘腔特质 所以呢他会同学下课的时候 在厕所把他围起来 要跟他脱裤子叶明正身 所以吓得他不敢下课的时间去上厕所 只能够利用上课时间去上厕所 结果就一次呢他去上厕所 在上课时间去上厕所 下课的时候同学发现他倒在血泊里面 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 只是因为他的性别特质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呢妇女团体呢在通听私动的情况之下 制定了性别平等教育法 希望在各个小学中小学 每一年要有四个小时的性别平等教育 让孩子能够去认识各种不同多元性别的人 然后呢也能够去了解性教育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那同时呢能够去落实真正的实质的平等 所以在以前对于性教育在我们这个年代 没有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 也没有性教育 一切靠的是摸索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一二一零在这个凯道前面的 几乎清一色的三十岁以下的 其实他们都是受贿于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 所以呢你会看到他们的天然平等 他们知道人有不同 所以呢大家要互相地尊重 互相地平等 曾经有一位住外的代表 他来访问我 然后在离开之前 他告诉我 我是成长在一个同志的家庭 我很压抑地看着他 我说那所以你的成长过程里面 一定非常地艰辛 他笑着说 其实我们的国家早就婚姻平全了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一样 大家不管你是同性异性 或是不同的性别性倾向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平等地对待 所以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我说那你也是同志吗 他笑着说 同志家庭长大的孩子不见得是同志 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而恐惧而恐慌 那其实只要经过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沟通 其实同志的议题没有那么可怕 谢谢邮委员的回应 最后我想请邮委员 为我们今天这样谈论的内容 去做一个总结的部分 其实我想法律最重要的 它是要为人们的幸福而去设 而不去制造一些的限制 来让人民不幸 所以我们请大家共同来支持 修改民法 让所有的同志 他们能够合法地去成家 能够结婚 那也能让这些的 让你们心碎的这些的悲剧 不再发生 所以只有让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的家人 以及所有的这些同志朋友 都能够一样的拥有幸福的权利 谢谢两位委员 今天在百忙之中 还抽空前往桃源 Telex桃源参与我们这个座谈 明天其实也是立法院 司法与法治委员会 审查婚姻平权法案的日子 不管在座各位 您目前的这个意愿是支持或是反对 我想请大家可以和缓地平静地 跟不同意见的人 去交换你们之间的想法跟观点 唯有当我们愿意倾听 愿意沟通 我想这才是我们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再一次我们有请各位的掌声 谢谢两位委员 谢谢 明天的部分我再补充一下 明天的我可以讲一下吗 OK 许位 最后我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明天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因为大家非常关心 明天法案的这个审查的状况 明天的话是这个法案有四个版本 包括我的邮委员的版本 时代力量还有蔡宇的版本 会进到我们委员会审查 那今晚委员会审查 其实是审查之后 还要在交付党团协商 然后最后才会二读三读 那那个时候才是真正113位委员 表态必须要过半数过 这个婚姻平权法案才会过 所以我们明天以司法法制委员会的 一个重要的使命是 让这些修正案可以顺利出委员会 那我知道明天两边 反同和挺同的事例 都有在立法院周围去集结 那如果各位的朋友或者是亲人 明天都有到立法院周围的话 请你也让他们知道说 一定要理性和平的沟通 因为如果外面有发生任何的暴动的话 我们里面是没有办法继续去审查这个法案 那第二事情是 明天即使这个法案出了委员会 它也还不是final 它只是说 这个已经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 通过逐条的审查 最后到院会才是真正的表态 然后真正的去表决这个法案 有没有办法通过 那所以在这边 我和邮委员还是呼吁所有的人 明天要理性 然后希望可以明天的法案 可以顺利审查通过 谢谢各位 谢谢徐委员的补充 让我们再次一掌声 谢谢两位委员 谢谢大家